去转化它 我们不是只有烧给它增加它的欲望 而是用这个方便 让它能够离开痛苦 得到究竟的快乐 去到极乐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 谷体系列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很高兴 已经随着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到了普贤菩萨 已经是最后一位的大善之士 而且普贤菩萨 开示了诸大菩萨 能够赞叹佛的功德 是最大的功德 然后又开示了十大愿王 以十大愿王作为圆满 发菩提心的最圆满的功德 那我们已经看讨到了第九大愿 恒顺众生 就是由十大愿王的 一者 一者礼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三者广修供养 四者忏悔业障 五者随喜功德 六者请转法轮 七者请佛注释 八者常随佛学 九者恒顺众生 然后第十呢 就是普皆回向 那我们谈到的恒顺众生的部分呢 在前面的一个单元呢 已经谈到了 就是诸佛菩萨能够恒顺众生 那么能够随着所有不同的各种各类的众生 不管他们的习性 他们的相貌 他们的知见 还有他们种种的这些的不同 就是都是要去随顺来 为他们来转法轮 为他们教化 然后呢 能够对这些众生呢 都是没有差别 平等的来成事供养 所以这个是恒顺众生呢 是有教无类 就是佛菩萨的最大的慈悲 就是不只是人 而且还要包括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一视同仁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在随顺众生 第九大院里面的前面的部分 那在恒顺众生的经文里面呢 还有后面也是非常的重要 让我们感受到 让我们感受到佛菩萨的真正的大慈悲心 就是都能够以众生为一体的 所以我们接着呢 再来看恒顺众生的里面的经文 那我们一起来称念佛号 还有战经记 南魔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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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我们再接着看这个经文 谈到恒顺众生 那么经文里面乃至提到说 菩萨若能随顺众生 则能则为随顺供养诸佛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随顺众生的话 那实际上呢就是在供养诸佛 那这个部分呢 应该也就是要培养我们一个平等的心 所以说我们经常在学佛的过程 我们都会觉得是应该要供养佛 那对于一般的人啊 或者是这个动物 那这些的众生呢 我们就觉得好像容易舒服 可是在十大愿王里面的恒顺众生呢 就是要培养我们能够看到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那对于一切众生呢 要把它当作是佛一样来供养 来随顺 而且这个部分呢 主要的应该是 以佛的终究的一个利益众生的这样子的慈悲心 来作为我们学习的对象 也就是说 既然我们所尊敬的佛菩萨 是我们最尊敬的 那佛菩萨最重要的事业呢 也就是要利益众生 要度化众生 所以如果我们恭敬佛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要恭敬佛所 欢心的对象 那就是一切众生 所以在经文里面呢 又再继续呢 就说明 就是如果菩萨呢 能够在众生里面呢 能够尊重成事 则为尊重成事如来 若能令众生生欢喜者 则令一切如来欢喜 所以这个都是把众生呢 当作佛 然后呢 能够恭敬佛 那实际上呢 就是也要恭敬众生 所以当我们利益众生 实际上呢 我们也就是在供养佛 那能够让众生欢喜 那也是让佛欢喜 因为佛的心 心心念念 就是在挂着众生 所以如果我们让众生 能够欢喜 那就是佛也欢喜 那在经文里面呢 是有就这个理 来说明 就是这个道理啊 它是用一个辟语 所以说 这个部分呢 先用理 然后再用辟语 那这个理呢 就是说 诸佛如来 以大悲心而为体 就是说 到底 诸佛如来 它的实质是什么 也就是说 它的体 什么叫做佛 什么叫做如来呢 那当然佛的意思是觉悟 那如来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 它是没有变动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在经文里面呢 又强调说 不管它是以觉悟 就是能够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或者是 它自己已经 正到了 来去都没有变动 那这样的一个 本质的时候呢 它的体是大悲心 也就是说 所有一切 成就佛的这样子 的境界的 它有各种的德性 各种的特质 可是它的本质呢 是大悲心 也就是说 要成佛 基本上呢 它还是要有一个大悲心 才能够称为佛 它是有觉悟 还有如来 善事啊 世间解啊 那这些呢 都是佛的 它的能力 可是它的本体呢 是大悲心 那这个大悲心呢 是因于众生 而起大悲 也就是说 它是 能够看到众生的苦 而不忍 那么 对众生的这些苦 而起大悲心的 而且 因于大悲而生 菩提心 也就是 在 佛的这样子的 圆满成就里面 它是要 看到众生的这样子的苦 而生大悲心 然后呢 生这个菩提心 也就是 整个的菩提心呢 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的 都是以利它为最终极的目标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那我们就把 发菩提心这样子的一个主轴呢 也就是在于一个大悲心 那这个大悲心呢 等于就是第一个要对众生有一个平等心 然后把众生的苦当作是自己的苦 所以 所以佛呢 它的本体 也就是为了众生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大悲心 是它的体 那也因为要能够度化众生 离苦得乐 这样的大悲心呢 所以它发这样的菩提心 所以这样的菩提心呢 就不是我们自己的小知小觉 所以这样的一个菩提心呢 也就是说 是自己个人觉悟的这个能力呢 还能够去让所有的众生 也得到这个能力 然后自己的这个知觉的性呢 也可以用来了解众生的所有的苦痛 那这样子的一个觉呢 是大策大悟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个觉悟了 那觉悟了实际上 它并不是一个很空洞的 而是说真正有对象的 而且是真正能够去体会到 一切众生的这种感受的 那这样子的整体性呢 这样子的觉性 就是大策大悟 所以在经文里面 也说到说 好 那佛呢 它是以大悲心为体 而且因于众生而起大悲 然后呢 因于大悲而生菩提心 然后呢 也因为这样的菩提心呢 而成等正觉 所以等于是 整个佛的成就呢 基本上还是以大悲心而发起的 所以在佛法的这样的一个最圆满的状态呢 还是以这种立他为主的大悲心 所以希望能够有这种大策大悟的菩提心 来真正了解众生的心 然后也能够让众生都能够觉悟 离古得乐 那这样的时候呢 这样子的菩提心的成就才是成等正觉 所以这个理呢 本身呢 就是让我们了解到 就是从这个 善才童子的发菩提心 然后一直参访 那每一位大三知识呢 也都是在自觉觉他这样子的一种菩萨行 然后到普贤菩萨的大愿望 他在第九的这个横顺众生的时候呢 就是最能够展现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菩提心跟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中间就是大悲心 那大悲心才能够真正发起菩提心 然后菩提心的这样的觉悟的这种实践 才能够真正成等正觉 所以这个是在 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里面的横顺众生里面 就是非常着重的一个理 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也让我们了解的这个菩提心 它不是一个好像 就是一个虚无的 或是一个好像存在在哪里 我们可以去取得的 它这个菩提心是大悲心 大悲心一定是要有对象 而能够发起这样的一种利他 而真正能够实践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下面的经文就用辟喻的方式 就辟喻这样子的一个大悲心 要能够横顺众生 而发菩提心成等正觉的这样的一个理 就好像是在旷野沙基之中 就好像是一个沙漠的地方 那这个沙漠里面就有一棵大树王 就是非常大的一棵树 那这棵大树呢 它如果呢 它的耕就是本来是 非常的干燥的这样的一个沙漠地带 所以没水啊 可是呢 这棵大树又长得非常的茁壮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棵大树呢 它若根得水 只要它的根有水的时候呢 那么它的枝叶花果也都能够繁茂 那所以这个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辟域 就是说在荒野之中没有水 很这个干燥 那这棵树还可以长得这么好 主要是因为它的根很深 那这个根有水就可以了 上面都不用浇水没有关系 所以它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辟域 在经文里面让我们了解 就是说佛菩萨发菩提心 它实际上呢 最大的一个利益的对象就是众生 所以我们要能够水顺众生呢 实际上我们也就是在共佛 所以下面呢 在经文里面又就是再进一步的 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大树王的一个辟域 那就好像是生死旷野菩提树王 所以这棵大树呢 如果我们把它批育为菩提树王呢 那就是等于是佛菩提树王 那所以呢 一切的众生就好像是在生死旷野之中 的这个地底下的水一样 那菩提树王呢 是佛 那只要是菩提树王呢 它跟这个众生呢 它能够连结在一起 那么这一颗菩提树王呢 它所成就的这个菩萨跟佛呢 它就会非常的茁壮 那就表示说这个佛跟众生呢 实际上它是一体的 没有办法分开的 那众生呢 是在轮回旷野之中在生死 轮转 那佛呢 就是用它的这个大杯水 那么在利益众生 那也因为这个大杯水呢 它可以让佛这样子的菩提树王 那它可以茁壮 所以这个水是来自于大杯心 所以就等于是说 这样的水呢 并不是别人来浇卧的 而是当我们可以生起这样子的大杯心的时候呢 我们的水 就是从我们的心中呢 自然可以浇卧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能够成就 这个佛菩萨的这样子的功德 所以呢 在经文说 一切众生而为树根 那诸佛菩萨而为花果 以大杯水饶益众生 则能成就诸佛菩萨 智慧的花果 所以等于就是说 因为就是佛呢 实际上是在利益众生之中而成就的 所以我们说要成佛 实际上呢 跟众生没办法离开的 因为佛是从大杯心而来 那佛呢 是从大杯心而发展菩提心 然后从菩提心才能够成等正觉 所以在这个恒顺众生里面 就是特别的凸显 真正的菩提心要成就呢 还是要由利益众生的 这样子的大悲心 才能成就 所以要生起这样的大悲心 有大悲水 才能够能够劳益众生 才能够成就诸佛菩萨的 智慧的花果 那经文呢 又再继续再说明 所以说何以故 那经文的回答 说若诸菩萨以大悲心 劳益众生 则能成就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是故菩提属于众生 若无众生一切菩萨 终不能成无上正觉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是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菩萨呢 要能够以大悲水来 劳益众生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才能够成就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菩提呢 是属于众生的 所以说我们发菩提心 实际上呢 并不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心 而其实呢 就是真正的就是一个 对众生的一个悲心 所以说这边经文直接说 菩提属于众生 也就是只有在看到众生 利益众生的时候 才能够有这个菩提 所以菩提就是觉 所以就是说觉是要觉在于对众生的了解 那如果没有众生呢 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对象里面 那众生 实际上我们说 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众生 对自己先了解 然后我们对他众生 所以自觉 觉他 那这样子的时候 才能够觉性圆满 那这样子的一个成就呢 是能够把佛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呢 又跟众生这样子的一个对照呢 就是能够一体同观 所以我们说一体同观真实性 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 就是一直在强调说 菩提是属于众生的 那如果没有众生了 一切菩萨就不能够成就 成等正觉的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 佛法不离世间觉 离世密菩提 犹如密兔角 应该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 就等于是说 我们在学佛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在 我们了解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呢 它的实践 就是在一切的这种 世间的这种 人跟人之间 那么就等于是 我们有跟 这个所有的众生 这样子的接触的机会 那么在这个中间呢 我们能够生起一个大悲心 那才能够真正成就 我们的这种菩提 就是我们的决心 就是基本上呢 应该它的基础呢 就是在一个平等心 就是尊重一切众生 那没有分别心 就是我们没有看不起 任何的这个众生 那我们的心都是平等的 那我们的心呢 都是有觉知的 都能够感受得到 就是别人的痛苦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是能够真正 发起这样的一个大悲心 然后随顺众生 然后随顺众生 这样才能够成就 供养如来 所以在第九的 恒顺众生里面呢 就是经文呢 就以这个结语 说善男子 辱于此意 应如是解 就是要了解这个随顺众生 就是我们从全部的 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了解 就是说一个众生的一个概念 它实际上是普及于 一切所有的不同的种类 不同的形象啊 这个性别啊 之间这一些的众生 都算在内 都是要能够随顺去教化 那这样的心是平等的 然后再来呢 强调说 也要从这样子的一种 对象里面去 起这个大悲心 那能够对众生 都能够尊重 随顺的话 让众生都能够欢喜 那就是让父欢喜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实际上是说 那我们呢 还是要好好的跟众生相处 然后呢 在众生的这样子的一种过程里面呢 去体会到真正的平等心 所以这个结论里面说 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 无有疲业 所以这个部分呢 那还是在强调说 对于一切的众生要平等 那能够有平等心 那才能够成就圆满大悲 那以大悲心 来随众生雇 才能够成就 供养如来 所以用这样子的 随顺众生的方式呢 实际上最主要的 还是在一个对众生都能够平等 这样子的一种背心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恒顺众生呢 它是有一个根本的本质 就是平等心跟大悲心 那所以我们对待一切的众生呢 我们就是要能够培养 就是去除我们的这种分别心 那应该是说 众生都有这种差别性 可是我们的心呢 都不会起一个说 你不能成佛 或是你没有资格 或者是你很差 而是说 你是这样子的性 你是这样的性 你是不同的这样子的类 可是呢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信心说 你还是可以成佛 你还是有佛性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等于是说 在我们世间法里面呢 它是有这种分别的 可是我们心里呢 的根本里面呢 我们还是存着一个希望在那里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对我们是一个 比较一个 是提升的 提升的方式 那当然这样子的一种作用呢 它也会让我们的心呢 它还是产生在一种 有一种希望 还有一种爱心的 这样的一种本质上面 来看待世间的这种 各种的分别 众生的差异性 那我们的心呢 还是可以保持一个 这样的一种 这种菩提心的一种本质上面 所以最后的这个发愿呢 也是无穷无尽 而且没有时间性 而且没有这种念念的这种间断性 而且对于我们的身口一三叶 也没有这种疲验 所以这个是第九的 恒顺众生的愿望 那我们这个第九之后呢 就是第十 十大愿望的最后一项 就是普接回向 那我们也来看着这个经文 就是解释这个普接回向 所以经文说 复赐善男子 言普接回向则 就是一个介绍 就是要第十大愿的普接回向 那就是谈到的这个内容呢 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子称作普接回向 那从自义里面呢 就是说 一切都回向的意思 普就是一切的意思 那回向呢 也就是说 把我们有的功德啊 那我们可以分享给 我们希望能够承受这样子的功德 可以借这个功德力啊 可以离苦得乐 那在经文里面呢 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有哪一些功德可以回向呢 所以这边就是说 从初礼拜乃至随顺 那从初礼拜乃至随顺呢 也就是说 好 那我们依照十大愿望 十大愿望里面的内容 所以依着礼敬诸佛 那礼敬诸佛就是 我们开始有礼拜 那么我们起这种恭敬心 那我们对一切众生 也都能够尊重 那这样子的一个开始 然后到第二的称赞如来 就是我们能够用语言 然后我们也可以了解 一切众生所做的所有的善 那乃至到成佛如来的功德的 我们也都能够了解 他们生生世世所修的 这样子的这种菩萨行 那男行 人行 那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修行的过程 都能够称赞 赞叹 然后到广秀供阳 到忏悔业障 随喜功德 请转法轮 请佛注释 常学佛学 到恒顺忠贞 所以这边说 从初礼拜乃至随顺 这等于是包括了 十大愿王前面的九项 那实际上如果 我们按照十大愿王来做呢 其实就是包括我们 所有学佛的这样的过程 那这十大愿王也就是 在告诉我们说 要发菩提心的时候呢 那我们把所有的这种 要行菩萨道 行修菩萨行的所有的内容 就把它归纳到这十大愿王里面 那我们在每一个愿王 他能够去修学的话 都有每一个愿王的功德 所以理尽诸佛 有理尽诸佛的功德 那称赞如来 也有称赞如来功德 每一项每一项都有功德 因为每一项都是在 发菩提心 在就是行菩萨道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一个是上 我们是往上的 就是能够我们上求 就是对已经成就的 那佛菩萨呢 我们是恭敬供养 赞叹 那对我们自己呢 是忏悔业障 然后呢 对别人有行善的 我们能够随起功德 那对佛 我们也请佛转法轮 请佛注释 那我们自己本身呢 都是能够常随佛学 那对众生呢 下求 上求 下化 就是要随着所有众生的 不同的类别呢 我们也是能够横顺 然后供养 那能够生大佩心 那这个九个这个大愿 每一项都有功德 那如果九个大愿都能够做 都有功德的时候呢 那这些功德呢 我们还是要用来回向 所以第九 是等于是前面的九项 那到第十项呢 就等于是说 我们把前面的九项的 所有功德啊 我们都要来做一个回向 所以就等于是说 只要我们有任何的功德 我们都要把它回向 那一方面也是说 我们要回向功德呢 基本上我们也要有功德可以回向 那也就是说 我们要先能够有实践 那只要任何能够利益众生的 能够忏悔我们自己业障的 能够精进学佛的 那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有功德 那这些功德都要来回向 那回向给一切的众生 所以这些的众生的广大呢 在经文里面都是说 禁法界 虚空界 那禁法界呢 是所有的 我们这个存在的这种 客观的这种空间 那这种环境 像我们是说佛世界啦 那这个一世天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四天下里面呢 就还有北聚如洲啊 那还有其他的这些的佛世界啊 那一切的这些法界都回向 还有虚空界 就是客观的这种空间 那所有存在的这些众生呢 都希望能够 愿令众生常得安乐 无助并苦 所以基本上呢 还是以利他 都是为了利他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功德呢 都希望回向给 所有受苦的众生 所以这个 也经文也说 但愿众生得理苦 不为自己求安乐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都是 心心念念 都是希望众生离苦 所以我们都会想到说 那这样的话 那我们自己的问题呢 主要的是说 如果我们是 心心念念都为了 众生 都是为了利他的话 实际上这样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自己本身应该是没有烦恼 就是在利他之中呢 自己也成就了 所以也因为 我们的念念都是在为众生的话 那应该 我们也没有 其他的心念会想到自己的问题 那我们的问题也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只想到自己的痛苦 所以我们好像就是痛苦就非常的多 那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想到的是别人的痛苦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是为了能够利益别人的时候 那我们自己本身应该问题也就化解了 所以在经文里面呢 就是用苦接回向 就是有功德呢 也要能够回向给一切受苦的众生呢 能够让他们得到安乐 而没有病苦 那经文也提到说 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呢 也要能够加一个 就是作用性 就是说如果呢 有众生 他们要欲行恶法 皆系不成 就是说 不只是让众生现在受到的苦 能够消除 而且呢 让众生呢 能够断他们所要做的恶法 就是他们有这种恶念 要去行恶法的时候呢 都会做不成 就等于是说 这样子也回向让众生呢 他们改善了他们的这种恶行 那这样子 基本上呢 如果众生不行恶行的时候呢 他们在以后呢 就不会再受这个恶果了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 更深入的这样的一个愿 然后呢 也能够回向众生呢 他们所修的善业 皆述成就 就是他们所修的善业 都能够成就 那他们要做的恶法呢 都不会成就 而且关闭一切诸恶趣门 就是所有的他们要做恶的这些门 都关起来 就好像他们平常习惯做坏事的 结果呢 我们回向给他们呢 他们有这一些的这种功德的时候呢 让这些坏人呢 好像都想不起来要做什么坏事了 所有的这些恶门都关起来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愿 是非常彻底的 所以就是在于这个世间的 所有的这一些的就是不理想啊 这一些的就是丑陋的一面啊 那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说这个实质的去改变的时候 基本上呢 我们就是从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 然后我们都把这些功德呢 可以回向 那基本上应该是整个法界呢 他是可以相通的 所以佛教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向的观念呢 是非常慈悲的 而且是非常平等的 也就是说 这个回向的观念是认为我们这个法界啊 这个功德呢 是可以流转的 就好像我们是看得到的的话 看得到的是好像我们的钱财啊 那我们自己的钱财 我们也可以布施 那我们看不到的这个法财呢 是功德财 那功德财呢 是看不到的 可是他也可以回向 那回向等于是说 好 我有做了这么多的善事啊 我有的这个功德财啊 那我也分享布施给别人 那帮助他 他现在还不知道做善事 还不知道做功德 那我就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 希望呢他也能够得安乐 那么这个经文里面呢 也谈到更加的积极的 也就是说 好 那我们回向不只是让他们就是 能够不受这些病苦啦 然后呢也不去造恶啦 那么他们要所做的这一些恶呢 也都关闭了 然后呢他们要做的善都能够成就 那乃至呢他们也都能够得到 仁天涅槃正路 也就是他们都能够了解 这个世间的一个正法 就是真正看到说 哦 这个世间呢 应该是要去修行的 那我们人呢要能够自己 要为自己能够种福田 然后呢自己要能够断除烦恼 然后开智慧 然后培养一个正确的观念 那对自己的身口一三叶呢 能够负责 然后去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心 他的本质呢是空的 他的本质实际上是极净的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是行善是人天福报 那能够看到我们的本性的空击 是极净的 就是涅槃 这样的正路 那在环境里面呢 他还是要能够发菩提心 就是发大悲心 成就这样子的佛菩萨的功德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在经文里面的 这个回向的部分 那乃至呢就是回向 就是一切的众生 他们所积的这一些的恶业 所以他们所承受的这些苦果呢 我们都愿意在能够代受 那这个是菩萨的一个积极的悲心 就是看到众生的苦 他都能够愿意为众生代受 那这个应该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勉力 就是不忍众生苦 那用这样的心呢 来扩展我们自己的悲心 那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令众生惜得解脱究竟 成就无上菩提 那如果菩萨如是所修回向 虚空借静 众生借静 众生夜静 众生烦恼静 我只回向无有穷静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厌 所以这个回向呢 也就是都是没有间断的 那都是广大无边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到了普皆回向 就是普贤菩萨所开示的十大愿呢 就到这里 所以普贤菩萨就结语说 那前面所说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菩萨摩侯萨的十种大愿 具足圆满 若诸菩萨与此大愿 随顺去路 则能成熟一切众生 则能随顺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横远海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等于是总结 以普贤菩萨的教导 就是所有善才童子所参访的过程 是以发菩提心 要能够行菩萨行 能够修菩萨道 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 就是以普贤菩萨的十大愿 往来作为圆满的功德 那等于是用十大愿 来包括所有一切大菩萨所行的 所以这十种的大愿可以具足圆满 就是菩萨摩侯萨的大愿 那如果能够依照这十大愿随顺去路 也就是说我们用十大愿呢 来就是当作学习 那能够用这十大愿来成熟一切众生 就是利益一切众生 来成就众生也能够行菩萨行 发菩提心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在随顺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也都是一直把成就菩提心呢 它都是落实在成就众生上面 所以说发菩提心实际上 也就是要能够发利益众生的心 能够成就众生的心 那这样的时候呢 在这边呢 又就是有一个成就的一个果位呢 是说成满普贤菩萨的诸恨愿海 这等于是说这个十大愿王呢 也是普贤菩萨所教导的 那如果能够这样子做 基本上是能够成熟一切众生 就是随顺一切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就是用这样子的成就能够来成就十大愿 就是成就菩提心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能够成就了普贤菩萨的诸恨愿海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能够把普贤菩萨所正道的境界啊 当作我们修行的过程 所以这个就是十大愿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让我们也知道呢 就是说如果能够按照十大愿王的这个内容来修呢 那基本上也就是在修普贤行 所以这个普贤行的重要啊 那很多呢 就是依普贤菩萨行愿品 就是单独的这样子的一个单行本来持送 那有普贤菩萨的这样的行愿 他的恨愿品的这种法会 那这个呢 也都是在强调普贤菩萨的这样的十大愿 那这十大愿呢 也就是以发菩提心最重要的 那下面经文呢 也就以普贤菩萨的十大愿 他的功德利益来做一个流通 就是说这个经文里面啊 就是说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啊 那他们呢 都能够用无量无边的这样子的妙宝啊 那还有呢 这个人间或是天上最殊胜的这种 这种来供养 那布施一切众生 或者是供养一切的诸佛 那他们呢 就是一直积极的 很精进的在做这些的供养 或是布施啊 那他们的功德呢 如果比较 有人听闻到十大愿王 就是一听到这样的十大愿王 这样的功德来比的话呢 那就是做很多的功德 布施供养的功德呢 他还不及于听闻十大愿王的功德的 百分不及一 百分不及一 就是不到百分之一 或者是乃至千分不及一 或者是乃至 幽波尼沙陀分也不及一 那幽波尼沙陀分呢 是一个印度的这个数量的单位 他是属于最极为的分数 就是最小的分数 就是说那最小分数里面又 这个又不及一 那就是更少 那更小都还不够 那就表示说那听闻十大愿王的功德呢 比去布施供养的功德呢 是大很多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看经文的这种 比较功德的时候 那基本上呢 也并不是说 我们就不做这个布施或是供养的功德 而是说布施跟供养的功德是有 可是呢十大愿王的功德呢 是非常殊胜的 那最主要的是 因为十大愿王 主要的他是发起成就我们 菩提心的很重要的实践法门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用 这样的十大愿王来常常的听闻 基本上呢 他所发起的这种菩提心的这种效果 他的影响 还有他的利益 应该呢 就是比我们去布施跟供养的这种功德呢 他还要殊胜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我们一边也是可以布施 也是可以供养 然后呢 我们更要听闻这样子的一个大乘 这种发起菩提心 大悲心 这种大菩萨型的这样子的一个愿力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在十大愿王 普贤菩萨所教导的这个愿王之后 再告诉我们能够听闻十大愿王的利益 所以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福报 我们也能够随着善才童子的参访 然后听闻到普贤菩萨的开示 我们也听闻了十大愿王都能够种的这样的菩提心的种子 所以是非常殊胜的 那我们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敬徒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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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护爱共存,消弥暴力之气,促进社会祥和。 慈悲至夜,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报恩孝亲,起见梁皇宝灿法会及三师信念法会。 日期8月22日到8月26日梁皇宝灿法会,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恭请广护法师组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8月27日星期六,三师信念法会,时间上午9点,恭请慧态法师、慧量法师、广护法师共同组法。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慈悲至夜高雄中山书方8月共修行程,恭送地藏经即护身慈悲师时,时间每周六下午2点。 第四个星期六,为往生49天亡者普佛回向,地点高雄中山书方,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敬邀菩萨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敬邀菩萨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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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